真言二十六章十四十五节 门在枢纽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 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 就是巷口侧回 也以为牢罚 神的仆人师部真牧师 非常看重早晨与主交通 他说 热心爱主的人 都很重视早晨与主交通 他们有一个规律 没有看见神的面 绝不见人的面 另外 一位影响尼托圣弟兄很大的留教士 他说 一个人爱主的心有多少 要看他在床和主中间的拣选 拣选爱床多 就多睡一点 拣选爱主多 就早起一点